金属工业研究发展中心庆祝60周年庆 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 金属中心从传统的五金工艺品到5G AIOT智慧制造 航太、精准医疗、半导体等高职化、高科技产业的转型发展 持续为在地产业提供服务与技术推广 来向金属中心致敬 因为60年的时间其实可以说半年台湾 不仅是南台湾是我们全台湾的包括一些金属相关产业的研发的大脑 协助我们企业在不同阶段来进行转型 尤其在林董事长的卓越的领导 包括说跟市府也非常密切的合作 那一方面能够让相关金属的科技朝向更高职化的发展之外 那也结合了数位跟静零的转型 让这些相关的包括智慧制造以及减碳技术都能够将新的技术落实到我们一些 包括从上游到下游金属产业的转型 陈其迈表示从上任后至今高雄增加了1.3兆的销售总额 其中金属与石化贡献最多 非常感谢金属业者更强调没有金属产业就没有高雄市的兆源 我上任前大概是4.5兆 一年营业销售总的高雄市 那到当任市长当了一年多就变成5.5兆 那现在呢5.87兆 这个在去年最新的 掌声 所以增加了1.3兆 那我是这个数字控 我都一定会看数字了 真的要非常谢谢我们基础业者 你们好我们就好了 所以No金属产业 No高雄市的这个兆源 跟No那个ESG 就没有money 这个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因为金属还是石化是贡献最多 尤其是金属 那我也在注意看 今年今年现在10月 我现在都是半年报 我一定会看一次 大家一起努力 我们市政府会做大家的靠山 金属中心在金银转型的过程中 扮演灵魂角色 包含减碳技术 或者许多跨领域应用 但推动产业升级转型 及中间的产业对接 需要靠各界合作 资源共享 市府会作为整合平台及靠山 与大家共同努力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 西五周星生日快乐 就这样 就这样